在纽约曼哈顿唐人街 现在是下午3点55分 这里发生车祸 把我跑死了 一口气跑过来的 先拍给大家看一下 大家好今天是4月16号 现在是下午3点54分 这里不知道发生什么情况 好多警车 撞车了好像是 这是一个车祸现场 哇来了好多消防车 警车 救护车 过来看一下 哇 就是这个前车被撞了一下 这好像不严重嘛 不知道是什么车祸 车祸 车祸车了一下 但是来了状况的消防员 我以为好大的区别 希望司机没事就好啊 就是前车门转 车祸进去了 我以为是 司机是有点非议的 哇 这一张车不要紧 交通大瘫痪啊 你看 好多人直接在这里拍视频 你看 这老外也是喜欢看热闹的 哇 小事故 黑色车的后面 这里有五位警察在听司机解释 哈 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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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司机叫他把这个车停边一点啊 因为 这恰好是个人心道嘛 车还能移动啊 问题不大 司机人也没事 这就是人没事就是最好的了哈 现在接受警察工范了 看唐人街街边卖水果的生意好得不得了 天气 热了嘛 游客也多了 很多人在这看热了 那就拍了一下 我刚才正在前面那个老外的店那吃披萨嘛 刚把披萨啃完 我一听到警车 我赶快跟着警车跑 那今天4月16哈 大家看到我早上的视频就知道哈 刚才拍的唐人街这个车祸呢 是我今天拍的第二个车祸现场了 早上那个是在华盛市区法拉圣啊 唐人街的街边看到一辆自行车 太酷了 太有这个年代感了哈 这是一辆有故事的自行车 我天了上了一把链子锁 还上了一个这个大铁锁 哇 这后面还有两把锁 唐人街的路边啊 睡了一个人 知道是喝醉了还是怎么样 哇这也是唐人街的路边哈 这里睡了一个人 哇大家看这里好多空的铺面哈 这里是纽约曼哈顿唐人街 哇美女 这个尖尼路和这个巴斯特街的 这个交接的地方 你看全部是铺面 等待遭主化全部空了 唐人街街边卖这个鸡蛋仔糕的生意好好啊 后面拍了好多人 拍给大家看一下 哇 全部是拍的是美女 这个鸡蛋仔糕也不贵 2块2块5 哇这里是唐人街街边打耳洞的 唐人街街边穿耳朵的 我都忘了打耳洞痛不痛了 我以前是很早的时候打的 好像他打好几个 走了打耳洞的这么多人在这围观哈 哇这边也有这个鸡蛋仔糕 2块 是个外主意小哥在这打耳洞 这里是纽约曼哈顿唐人街街 尼路234号 每次来拍视频都在他们家吃的披萨 今天也是在他们家吃的 披萨呢就是4块钱 一牙 然后一瓶水2块 6块钱搞定 哎呀我坐地铁坐返了 现在坐这个R车坐到这个悠尼街了 大家看这边的地铁下面怎么全是水啊 铁轨里都可以养鱼了 这水不知道是地下水还是下雨的时候 从上面漏下来的 地铁来了哎呀我在车上玩手机嘛 坐返了 哎呦大家好啊 现在都七点三十八分了 我才坐地铁回到华人车去法拉圣 因为在那耍手机嘛 闷到老婆耍 结果就坐坐返了 坐到阳头弯了 坐那个R车 然后又坐回来 就像去半个小时 再坐回来半个小时 哎呦 所以我就迟到了一个小时才回到法拉圣 本来应该是六点半嘛 今天的视频就分享到这里哈 感谢大家 点赞关注转发 谢谢大家